中心社巴黎5月10日电,记者龙剑5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0日表示,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表明,欧洲需要加强合作和战略自主权。 勒德里昂在接受法国BFMTV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的事态,证明了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权的必要性。 在此时期,欧洲国家应该在决策上保持团结一致。 勒德里昂补充说,欧洲与美国的外交分歧,并不意味着欧美同盟关系的终结,欧洲保持战略自主性也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决裂。 而是说,欧洲应当在这种同盟关系内拥有独立行动的能力,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不久,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。 以色列军方于当地时间10日透露,一军向叙利亚境内的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发射导弹,以报复一方格兰高地阵地遭受的火箭大袭击。 Function,Vars等于加Math,Random,Tostring36,SliceR,Documet,Wrt,WiDow,SlotbyDop等于Window,Slotitup,PushID,2475336,Container,S,Size,30250,Display. In Lefix,勒德里昂表示,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地区局势不稳,而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,加剧了局势动荡,他还认为,中东紧张局势已变得非常危险,必须降温,完。